唐代有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 她们都是官府奴婢出身 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 还必须得聪明 单身 无子女 她们50个人被集中在一块 实行封闭式管理 主要的活动就是学习一项专业技能 而且还要定期考核 五年毕业 那她们学的是什么呢 医术 唐代的女医生要经过五年的专门学习 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的医学院 五年制本科有点像 这可真是够严格的 我们看唐代法律中的女医这条材料 首先是女医生的来源 从官户官毕中挑选 官户官毕没有人身自由 地位极其低下 从她们当中挑选学生 就不会惊扰普通的平民老百姓 我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的老百姓 她怎么可能认识到 让女孩子接受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呢 她们养女孩的唯一的方向 就是贤妻良母 你要是跟她说 你女儿挺聪明的 让她进宫学一吧 她肯定拒绝 别胡说 我女儿还得出嫁呢 学一能干什么 所以在民众认知没有达到的情况下 就不能从普通百姓中挑选 其次要求学一的女学生 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间 这个年龄身强力壮 而且要求没有丈夫子女 也就是没有家类 她们可以专心学业 挑选标准还特别提出 要聪明的 领悟力强的 这说明学一真是不容易 这些挑选出来的女性医学生 应该是住在工程之内 上药局的旁边 上药局是皇宫里掌管医药的机构 女医学生们集中居住 集中学习 每次才选区区50人 培养她们是干什么呀 肯定是为了宫廷服务 就整个唐代社会来讲 女医还远远没有腹集 这些女医生要学习的是 安胎产男等等 这说明她们的服务对象 主要是孕产妇 也说明古人充分意识到了 怀孕生产的凶险 比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唐宋诗人 王伟 李白 维英雾 柳宗元 元枕 李商寅 苏氏等等 她们的第一任妻子都去世得很早 怎么这么巧 巧多了不就成了普遍现象了吗 以上提到了这些诗人的夫人们 全部都是士大夫官宦家庭出身 按照她们的家庭环境和生活条件 肯定不会营养不良 受虐待等等 导致这些夫人早逝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很可能是婚后的怀孕生产 这些相关的疾患 明代万历年间 宋林高编辑宋氏女科秘书 她说自己的祖上是唐代开元年间的 著名宰相宋景 宋景精通医术 她的夫人于氏跟着她学习 专门研究妇科 于夫人学成之后悄悄去行医 长安城里的很多平民妇女 都得到过于夫人的照顾 后来于夫人的妇科医术 被宋氏家族代代传承 成了传家宝 根据宋林高的记载 可以说明唐代的贵妇人如于夫人 倘若有医术也是医者人心 经常主动地救助穷人 跟咱们前面讲过的那个故事 行医救人的长安女帝琪 那个故事是不是正好呼应 唐代官方选拔培养的女医生 出身于官户壁 大多没有教育基础 所以在上课的时候 对她们是按文口授 也就是太医术的医博士 根据传统医书来讲课 女医本身不需要钻研读书 更注重实践技术 这在当时算是对这些女学生们的 一种学习上的照顾 但是不读书不钻研 是不是也限制了女医生 在医理方面的深入探究呢 帮助孕产妇的女性 古以有志 从唐代开始 把女医制度化 专门设立培养教育机构 即使所培养的人数并不多 这种制度化的女医医学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 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